娱乐中心凌云轩报道隋唐一家人遭控噪音扰 卖房给隋唐的房仲发声还原部分真相 图翻社脸书女星隋唐夫妻被邻居控诉放任孩子清晨 业制造噪音多次沟通无果只能提告 但隋唐发回击邻居对噪音相当敏感 不仅嫌社区喷水池要求关闭 树枝刮到大楼墙面声音也会吵到他 方各执一词风波持续延烧 当初卖房子给隋唐房仲陈太元 昨时日晚间跳出来还原内情直言真的拼图 我来补上一块 陈太元强调 基于职业道房子成交至今从未跟隋唐有任何的接触 他列八点还原事实 传闻隋唐私底下曾骂管理员 陈元指出他无从知晓 但看房时隋唐超级有礼貌 方至少碰面五次 隋唐并没有因为他是来赚钱的 曾房仲移植气势或态度高傲 相反的不时点头 笑 甚至遇到前租客要求合照也是大方答应 当为了证明顶楼平台做过房 陈太元也指出溜滑梯是浅屋主是座 设置在楼中楼的楼上 理应吵不到楼下的儿母女 果这样还吵得到 那儿母女应该确实比一般人敏 而樱花树是前前屋主种的 前屋主接手后吸心 料 他相信隋唐一定是在心痛无奈之下才把树 料 至于房价是否因楼下住着敏感的邻居才如便宜 陈太元也解析自己独家销售这间屋子长六年 因此相当清楚前屋主租客的情况 前屋主因做举家迁往国外 于2015年8月委托他卖房 因适逢房反转 经他劝说前屋主才同意可以先出租 因此给蔡小姐 也就是说 这个房子后来前屋主M先生 本没自住 当然不知道 楼下后来的新屋主 母女 状况 陈太元表示 直到2020年房市开始有起色 单屋 已20多年 加上顶楼屏数较大 总价破7000万元 陷于豪宅现代另影响 加上前屋主M先生持有成 够低 用不到这间台湾的房子 又卖了约六年 所以 会大幅让利 强调并非大众猜测的楼上前屋主M 生知到楼下阿母女的状况才降价 陈太元说 楼下屋主从未反映噪音问题 且当时楼地板还仅是12公分而已 隋唐后来还加后置将近30公分 而阿母女 2016 7月入住 再住了三年多才开始投诉楼上租客蔡小 一家因此蔡小姐暗示过卖房子要小心 因为楼 住户很敏感 交代我一定要提醒买家 买了之后 必要加装隔音设备 陈太元也在卖房时提醒术 事发至今 还没有接到隋唐或买方经纪人的课 陈太元强调 若因这次声明日后卷入其诉讼咎 将秉持公正、中立、不偏袒任何一方的态度照实讲 另外他强调 如果有客户主动告知有浅眠或感的困扰 他一定都会诚实建议买透天、别墅或楼